音樂 歡迎吃飯過車去 我是Rick 今天我又帶大家來逛展間看新車 那現在在我旁邊的這一位帥哥呢 他就是新竹BOBO揚聲汽車的顏值擔當 沒有啦 陳凱玉 我習慣都叫他小四 因為我覺得小四比較親切 那我們請小四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新竹BOBO揚聲汽車銷售副理陳凱玉 大家可以叫我小四就可以囉 我認識你的時候 那時候你也是銷售副文 對 沒想到經過一年左右的時間 你已經身為副理了 人也老了不少 真的嗎 好 沒關係 人是會老的 但是車子是會變新的 展間也會變新 看看後面 我大概一年多前 我來這邊當一日店長 是 我就覺得今天進展的時候 確實比較不一樣 對我們展間呢 大概在去年的第三季 有去做 就是去年大概第一年就 第一季就開始在做展間的升級 對 那已經在第三季做完工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展間呢 是我們全新升級的這個北歐風格 全新的展間面貌 在去年呢我們大概次之八千萬 把整棟一二三樓都去做展間的翻新 真的 因為我記得我當初來的時候 一樓的裡面這裡 就是客修區 然後我就在這邊幫大家上課 跟車主們互動 今天來的時候 客修區移到 到上面去了 對 一樓的話之前是我們的客修區 但是因為客修區跟我們的服務廠 在同一個位置 所以會感覺稍微比較擁擠一點 那我們將客修區移到整個二樓 就是二樓就變比較寬敞舒適 有家的感覺 那還有一個吧台 提供免費的餐點跟飲料 那相對來講 客戶在等待保養的時候會比較舒適 也對 你們家 我覺得在展間的氛圍上面 北歐風 是你們家就是非常鮮明的客色 對 所以其實看起來就是比如說一些 木 原木材質的 像是比較暖色調的 這種設計呢 在你們這裡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溫馨 溫暖 對不對 所以有客人說在這邊 休息等待保養的時候有回家 回家在等的那種舒適感 感覺比較雍容自在比較舒服一點 也對 然後這幾年來你們的客修區 甚至連餐點都升級了 對不對 對 現在我們向中午提供的午餐呢 是跟這個 胡同燒肉共同開發設計出來的一個餐點 相對於在飲料跟餐點的部分呢 就有更多樣性的選擇 讓消費者去做點選這樣子 那這樣會不會之後 VOLO的車主都想說打電話預約 我要中午的時段 我11點半到 這樣 歡迎我們歡迎 是這樣子是不是 對對對 因為好像是燒肉 對對對 那小事今天幫我們帶來什麼樣的新車呢 好 來我來介紹一下 是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的是 全新2022年款式的 V60 T8 Inscription的版本 好 那我之所以會選擇 T8這個級距呢 其實有幾個原因 好 第一 T8呢 本身在今年整體的動力上有一些改款 對 了解 續航力更強 馬力更強 動力來講 然後更加提升 是 第二 我自己呢 我自己本身 是T8車型的車主 對 所以我一方面也想分享一下 我使用這種車型 新能源這種動力級距呢 我一些使用上的心得 想推薦給大家 是 對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如果再關注一些新車新聞 新車消息的話 大家知道VOLVO 在PHAVE的車型上面 就是雙能電動車上面 其實著墨非常非常的深 包含它的產品線呢 也可以是國內目前全品牌呢 PHAVE車型是最多的 對 因為你們有可能是一般的S60 對 然後S90 沒錯 對不對 然後XC60 XC90 對 V60 這些全部都有PHAVE的車型 那PHAVE就是插電式有電混合 沒錯 這是VOLVO他們當家的一個強項 對 好 那新年式的T8車型 最有跟大家比較可以分享的地方 大概是什麼 比如說像 從外觀開始好了 好不好 我們先從外觀去做介紹 其實這一台的版本呢 它是T8 Inscription版 我們簡稱i版 i版 i版從哪個地方可以去看出 它產品的差異性跟特色 首先最明顯的地方 水箱護照 那我們可以看到水箱護照 高光澤 對沒錯 高亮度高光澤這種 鍍鉻型的外框 以及直撲式的鍍鉻水箱護照 直撲式的 對 很明顯 那我們家像這個集具 它有分三個版本 有M版 R版 I版 這三個版本呢 最明顯差異的地方 其實正面看 就是水箱護照差別最大 因為三個版本 三個不同的水箱護照 對 三種不同外型 是 所以我們看到它是直撲式鍍鉻水箱護照 對 我們不用看後面的名牌 我們可以知道這台車 它一定是雙效電動車版本 就是我們屬於這個T8車型 這樣子喔 對 只要看水箱照就知道了 水箱護照就可以分出等級了 但後改的我們另當別論 對 好 它的前臉的設計一樣 我們大燈呢 就是延續了我們家族的這個傳統的DNA 採用的是雷神之錘的這種辨識度很高的 雷神之錘日行燈 對 對 這個日行燈的外觀我個人非常非常之喜歡 是 它的外型的這個設計 以日行燈來講 我覺得這很對重我的胃口 對 那我很喜歡這個外型的設計 那下方i版的部分呢 這邊它這個外型的這個設計呢 下面的下保桿這裡採用也是鍍鉻式的這個飾條 對 所以inscription的這種版本呢 它就會使用比較多的這種鍍鉻去做裝飾 來襯托出它這種比較極致奢華的這種優雅的車身 這種優雅的 沒錯沒錯 這種外觀線條 引擎蓋的部分 引擎蓋的部分 對 引擎蓋的部分呢 這邊有兩條的這個車身線條 延續到車燈上緣的位置 是 所以讓它的引擎蓋的線條更加俐落一點 對 有點像直撲而下的這種瀑布式的感覺 沒錯 那衍生到我們的水箱護照 像直撲而下的瀑布 嗯 所以有這樣子取自於大自然靈感的設計 喔 原來如此 就像是你們家的內裝上面 有時候就是連那種木紋飾板 它也是從漂流木上面去後製 去設計而來 製造而來 這台車就是 等一下我們坐進車內 真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好 車側的部分呢 車側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這台車子因為它是雙效電動車 對 所以在車側部分 它多了一個 插電式的這個充電接頭 喔 了解 對 它是可以藉由充電裝去做那個蓄電的 是 那T8車型呢 它本身也具有這個蓄電回充的功能 是 所以說我可以用插電式的方式去做電能的蓄電 我也可以在汽油行駛的時候 幫車子去做高效的電力回充 回充 來提升它裡面的電能量 是 那小時候我有問題 好 請說 那它現在這個插電的接頭 那是什麼規格呢 像我們家的規格是J1772的規格 J1772 J1772的規格 對 那以目前它的充電的速度來講的話 我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假設我們是使用 加用110V 16A的話 對 在煤電的情況之下 充到滿 因為墨差不多是8個多小時左右 8個多小時 對 那如果是220V 其實大部分用220V 220V 16A 約墨在4個小時就可以充滿 4個小時就可以充滿 對 所以我簡單來說 大概我們回到家 下班回到家 我插著睡一覺 起床隔天電就滿了 一定是滿的 對 那我自己在使用的情況是這樣子 我 像它這一次現在電容量有提升 對 所以我大概充滿電 其實這個大概 我充滿電 它的續航力 現在升級後高達88公里 我記得之前 在還沒有 不是新年式的P-HAB的車型 它是大概45公里左右 對 差不多 所以這一次它的電容量有去做提升 所以它的續航力也跟著提升上來 現在充滿電 續航力大約是88公里 那以這樣子的公里數來算的話 其實呢 我充一次電 大概夠我兩天到三天左右的 平常日常上下班的通勤 可以耶 對 以後我一個禮拜充個兩次電 其實就可以用很久了 就可以用很久了 對 比如說像桃園台北 林口台北 這樣其實大概30公里左右 對 那哪一回都還不需要用電 對 都不需要用油 對 所以基本上呢 P-HAB的車型 我是這樣子的分析 平常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都是正常上下班的情況 對 我都在用電 沒有用油 對 六日我偶爾會帶家人出去出遠門 對 這時候呢 在高速公路上面 高速行駛的狀態 對 其實是相對比較省油的對不對 對 這時候我們也來用油來做行駛帶動 喔 了解 油在行駛的時候 又會幫我們做電能的續電 但我們一下交流到的時候 來切換存電 我又可以開這個存電免費的這個電力 就是像之前有講到的就是 低速用電高速用油的概念 對 沒錯 那側面外型的部分我們有一個充電接頭 對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i版它還有一個比較特別這樣 它的鋁圈的規格尺寸比較不一樣 這就有寸的這個 五幅式多樂的這種黑鑽石切割鋁圈 對 雙手切膠 對 像旅行車屬於低車身型的車款 所以我覺得鋁圈配這種18-19吋的 相對來講視覺上會比較 我覺得比較帥氣一點 比較帥氣 就是看起來比較好看 視覺張力比較夠 那它的圈 輪胎配置的規格是235-40-19 對 235-40-R19 其實你們這邊展示車 就已經有講 把它特色給很明顯的標示出來 馬力提升至455 沒錯 那之前的馬力是 390匹 重效動力改款前的話是390匹 那改款之後呢 重效提升至455匹的馬力 對 這個加速動力呢 開起來真是讓人難忘 真的齁 0百加速度 它的現在表現 4.6秒 4.6秒 對 跟現在那種性能車 對 可能都比性能車 蠻多性能車還快的喔 對 所以 不要以為Vovo車重不會跑 告訴你 Vovo車重之外 455匹是很會跑的 對 是很會跑的 對 那車側部分呢 它其實就是 V60的產品設計上 它會比較多一點車身的線條 讓它展現出 有一種比較帶一點運動氣息的 這種外型設計 沒錯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下方有一條車身線條 對 在後門的部分 又有一條 我們叫爆龜線 爆龜線 對 讓它車型後面看起來更加的立體 對 更加動感一點 是 那一樣我們車子呢 四門配有Keylex名鑰匙的設計 對 然後 後四鏡的部分呢 我們從舊版 舊版前一代的Vovo 原先是安裝在窗框上面 我們現在移到門板上 門板 對 那它可以減少我們視覺上的盲點 沒錯 還減少封切身 對 外型看起來更 變更加俐落一點 更加俐落一點 然後當然你行車也要有這種車頂形體架 沒錯 它也是要貼盒式的 它是貼盒式的 然後是金屬材質 對 這個版本還有全景天窗 沒錯沒錯 對 那V60在AudiSide跟Inscription版本呢 都配有全景式天窗 對 對 因為它的車身的高度 沒有像SUV這麼高 對 那相對身高比較高的乘客 坐在這裡面 會覺得 可能頭頂的空間比較少 會有一點壓迫感 對 配置全景天窗 可以讓我們減少頭部壓迫感 對 視覺上面又更開闊 對 而且我們家有小朋友呢 他那個做 有全景天窗的車子 看天空可以看車外的世界 相對來講 對他們在車上會比較開心一些 也對 比較不會這麼悶 對 好那我們到車尾的地方 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Inscription版本 在車尾的部分 它的設計跟前兩個版本 M版R版 會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是 可以看到它下方排氣管的設計 下方的排氣管 對 它兩側的排氣管 從圓管 改款至這個方管的造型 對 中間有一條鍍鉻式條去做裝飾 對 那它整個車型看起來 就是 車身線條的比例會比較不一樣 對 今天我要是從車尾 看到排氣管是這樣的設計 我就知道這台V60大概是什麼車了 對 所以我們車頭車尾 各有一個比較高辨識度的外型差異 可以去看這台車它的級距是在哪一個等級的 對 還有後面的名牌 怎麼寫 T8 AWD Recharge 對 當然 T8的車型就是四輪驅動 對 對 沒錯 旅行車非常重要的是 後車廂的行李箱空間 對 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會選擇旅行車 原因是因為 我的 現在搭選修旅車是因為它的裝載機能性很強 對 那有些人會選轎車是因為它車身比較低 對 車子看起來流線比較帥氣 流線比較帥氣 旅行車呢 綜合以上兩大優點 第一它有後方非常開闊寬敞 機能性很強的這個收納空間 收納空間 對 它低底盆流線那個繩形線條 對 所以讓它看起來又有一點年輕的氣息 好 那我們這個是T8的版本 它後方的行李箱收納空間是519公升 很大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方的收納空間 它有哪些的這個機能性的收納功能 好 首先它這邊有個行李分隔板 可以去做行李的前後分層 那我們有時候去露營的時候 有一些頻頻慣慣的東西 我們可以束帶的方式呢 去固定在這個分隔板上 還有掛鉤可以去做使用 對 好 那掛鉤還蠻多的 對 我們邊都有掛鉤 兩邊有四個 然後這邊又有兩個掛鉤可以去做使用 我們有六個掛鉤 對 好那後面呢還配有這個遮陽簾 遮陽簾 對 我們的椅背做六四傾倒 中間比較特別的是 中間有一個長型裝載物通道 對 假設我今天裝載的物品是屬於長條狀的 對 對 我橫放放不下 斜放也放不下 怎麼辦呢 中間長型裝載物通道打開來 我可以把長型裝載物往前做去做延伸 了解 對 所以加強它的收納的功能 這要是一般可能家庭族群 你可能會在後行李箱這邊 可能會放一些日常用品 比如說衛生紙啊什麼的 如果是太太坐在後面的時候呢 你剛好就可以不用下車 把那個空袋給打開 對 就可以拿東西了 對 然後你要可能小孩子在後座睡著啦 太舒服睡著了對不對 你想要拿個小棉被 就可以從後面拿 沒錯 好很方便 好那它一樣 我們家這個車系一樣配有 這個電尾門跟腳踢感應的功能 對 好 那 既然講到後座呢 我不得不提到 我們家辨識度極高的後尾燈設計 對 對 我們家的車子它 它是從車身這樣子做直立式導光條到斜線車身的線條設計 對 它除了外觀造型很漂亮以外呢 這個後尾燈的辨識度高 也增強我們在夜間 就是被看見它亮燈的這個機勢 距離比較高 對 辨識度也是很高的 Volvo的車燈是這樣子的 夜間 沒有就是昏暗的地方 前方大概兩三百公尺 你光看燈就可以知道 前面有一台Volvo 天啊 Volvo 對沒錯 這就是Volvo它產品設計的一個要點 辨識度是真的很高 對 沒錯 那小四我常常知道 因為其實剛剛你講到這個腳踢感應尾門 變動尾門 這些我都知道 在豪華車上面 可能都會常看到 對 但最近這幾年來呢 塞崗啊 缺晶片啊 缺原物料啊等等 那Volvo是不是也有遇到這個問題 其實像這樣子 這樣子的情況 在各家廠商是無可避免 對 我們也都知道通機具的車子有的 盲點偵測拿掉 或者是鑰匙掃一把 電位門取消 對 音響降階 甚至電動員取消 都有啊 Volvo目前呢 在現有的車型上 現有的車型上 目前沒有做配備上的刪減 是喔 對 雖然說它這樣子會影響到我們的產能 但是呢 就我們目前現有的車型上面 沒有做配備上太多的更動 所以它像這台車 電尾門 它部分都還是有保留 腳踢感應 這個電動座椅 這些都是有保留 都是有保留 對 有時候我覺得一個品牌 在對於產品的堅持上面 不管是品質 還有舒適上面 如果有這樣子的堅持 其實消費者久而久之 就比較過後 一定會知道說 你心目中所屬的那個品牌 到底有沒有 到底是不是在乎消費者 在乎車主的 就像你們在乎自己的車子是一樣 沒錯沒錯 好那我們外觀大概看得差不多 我們準備來看一下內裝的部分 好 小事那我們現在坐在車內了 那車內的哪幾個重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因為我本身是T8車主 對 我每次開這台車 在載我朋友的時候 沒有上過我車的朋友 或者家人 親戚之類的 進到車內 它就會開始做出一些 戰不絕口的這個表揚 其實我們家T8車型的 映入眼簾的感覺 就是其實非常有質感 我們可以看到從儀表台部分 滾邊的這種皮質儀表台 包覆到我們前面這個飾板這裡 對 中間這一層飾板呢 它是由北歐鞋紋漂流木材質 去做打造的 對 據我們公司的這個講師 傳遞我們的資訊是 像這樣子的木紋飾板 對 是要從萬中選一 因為 並不是每一塊木頭 都適合打造出這個樣子的弧度 跟它的觸覺 跟質感 而且它這個是實木打造 所以每一台車子 前方的這個木紋飾板的紋路 都不一樣 對 它的深淺紋路都會有 略微的差異性 是喔 更顯得這台車子 有這種獨一無二的氣息存在 沒錯 對 那我們往下方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中央的飾板呢 都是以這種鋼琴烤漆面去做裝飾 質感很好 對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 有一點塑膠感的感覺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 也是我每次載朋友 大家最好奇的就是 我們的排檔頭的設計 水晶排檔頭 T8就是雙效電動車這種車型呢 都會升級到這個 你仔細看這中間有個LOGO對不對 對 而且這是浮起來的感覺 對 它是雕刻在那一部 摸不到這個LOGO的 對 這個是瑞典百年的水晶品牌 叫Oliver的這個水晶品牌的排檔頭 對 所以當我在打檔的時候 我觸摸到這個水晶頭呢 我都捨不得放開它 它的手感其實非常舒適 而且它底層有一顆燈 它會照亮這個水晶頭 讓這個水晶頭的視覺 跟它的觸感都更加的 我覺得更加的舒適 對 真的 就是你視覺上面 你就覺得 它好像是自帶 就是自發光的那種感覺 對 自帶光芒的水晶排檔頭 那 Oliver的內裝 其實我喜歡的是 它重視細節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車子呢 我們車子在發動引擎 它按鈕可能在這裡 是 Voliver的位置在中間這邊 對 它用轉這樣 旋鈕式的方式去做開啟跟關閉 那它的旋鈕呢 上面還是這種 鑽石水波紋切割旋鈕 是喔 更顯它在細節部分的設計的這種質感在 沒錯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雙螢幕都是採這種 數位式的儀表板 對 那這個我們中央的觸控儀表板呢 之前有跟我們所有觀眾朋友提到 這個數位表板 它是採用紅外線觸控感應的 對 那新朋友我來示範一次 紅外線觸控感應呢 它跟我們手機的一般的電容觸控 或找鞋電阻觸控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它可以靠紅外線去辨識我們現在觸控的位置 我隨便拿一支筆去做一次示範 比它可以直接去做這個紅外線觸控 真的耶 所以它的感應很靈敏 有時候呢 女生有做指甲 或者是我們開車有戴手套的習慣 這時候就不用擔心說會感應不到 原來如此 對 那Rick你有沒有發現 Vubo的車子呢 你拍過這麼多的影片 你有沒有發現Vubo的車子 在內裝的按鈕其實相對來講是非常少的 對阿 我現在看到應該就是這一排吧 對 然後在這個手煞車 對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 但它不是說我的按鈕很少所以功能很少 不是 它有點像我們現在在使用的手機 它的所有的功能的按鈕呢 基本上會像手機APP的方式 呈現在我們中間的這個數位儀表板 就是數位觸控板這個位置 對 所以它大部分功能可以在這邊去做使用跟切換 那有一些我們可能使用頻率比較高的 例如說音樂的調整 這個可以方便副駕駛的人去做使用 對 閃網燈這些 我們只留下幾顆比較常用到的必要按鈕 那其他的按鈕我們是以這種虛擬化的方式去做呈現 而且它可以長按去做拖曳 可以把它移動到我個人使用習慣的位置上去做 對 所以相對來講我是覺得比較貼心一些 也對 因為像這樣子的話 其實嚴格來講 這個面板是微微朝向駕駛者的 沒錯 它原本就有一點駕駛者導向的意味 其實你要操作其實很就熟 假設你可能還要想要 就是有點像設置那種我最愛的感覺 然後放在比較靠近你的常用的功能 你也可以自己去拖曳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面板會發現 這跟我們之前介紹的車子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下面多了兩個椅子圖案對不對 對 對 好那講到Inscription的版本 我不得不提到它在座椅部分呢 跟其他版本的差異性 好 對 我們現在坐的這個椅子呢 它的椅面採用的是NAPA頂級皮革座椅的座椅 對所以像我呢平常開車是很怕熱的 我這個人是很怕熱的 尤其我們上班又要穿襯衫又要穿西裝 是 那我們在大熱天一上車的時候 開啟這個冷氣通風座椅 其實呢很快就可以達到我們說透心涼 對因為它的冷氣是從我們貼近椅背的地方傳導出來的 所以很快可以達到冷房跟涼爽的效果 是 對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當初會購買T8一個很大的主因之一 真的 冷熱通風座椅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實用了 是 那等於說要到T8車型才有配備囉 Ardy賽版本有做以加熱的功能 對但是到T8版本 這個Inscription版本它是以冷熱通風的功能 對它就多了一個冷氣的功能了 對 當然這樣就很貼心了 對 好那眼尖的觀眾朋友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呢 我們現在做的這台V60T8 跟之前的V60T8有一個細節的部分不一樣 對我們看到中央有一個中置音響 對 對這一個音響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套音響叫Bossian Winkings頂級音響 我們俗稱BMW寶華音響 那這一套音響是我們家最頂規的音響配置 最頂規對不對 對原先你要配有這麼高階的音響 只有在XC60、XC90、XC90、XC90這種 最頂規的T8車型才有標配Bossian Winkings頂級音響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做的這台車有配這套音響呢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2022年4 V60的T8車型有做改款 對 那我們在首批的車主有一個尊榮的配備升級 首批才有喔 喔 首批才有 後面要再來是沒有機會對不對 首批的車主呢 我們升級了Bossian Winkings頂級音響 那這套音響呢 它環廠總共15支的環廠喇叭 15支 對 瓦數輸出1100瓦 1100瓦 對 那我們要知道 一般的車用音響大概在200到300已經算很不錯 對 好一點中間音響 例如說我們家Harmu Kardon大概在600多瓦 600多瓦 對啊 這一台的瓦數輸出是1100瓦 對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每天呢拖著皮類的身軀回到家 嗯 當我準備下車之前 我會先選一首自己想聽比較放鬆一點的音樂 嗯 好好享受呢 就是下車前的這一段舒服的時間 大概就是幾分鐘 對 跟車子獨處 沒錯 那一刻呢 我是覺得我是非常非常放鬆的 那它的音樂的環廠效果 好像真的有一個人站在你面前唱給你聽的感覺 哦 真的很棒 對 真的很棒 那這也有影響呢 它也有四種的模式可以去做切換 因為我們平常聽音樂的風格 可以切換不同的個人喜好的音樂模式 了解 對 那這也是我最愛的一個部分 哦 OK 哇 剛剛 曹斯幫我們介紹 剛剛是前座的功能 還有配備 是 其實真的是蠻多人喜歡的 對 豪華車才會有的配備 是 那我特別介紹一下 因為 VOBO在很早期 其實就上了這種 我們所謂的PA2的智能輔助駕駛系統 對 那經過中間不斷的修正更新改款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PA2呢 開起來舒適性呢 就好像真的有一個很資深的司機在幫你開車的感覺 它的轉向跟它的加速 其實更加的舒適跟精準 是 對 所以像我有時候跑客戶會往比較遠其他縣市去 對 對 有這套系統呢 我可以很放心的在高速動作上 好 交給它啦 當然 我們現在這個半鐘駕駛還是要手握方向盤 但是呢 它大幅減少了我在駕駛中的疲勞 疲勞感 對 我也不用太全神灌注在前方道路 沒有錯 對 它可以降低我的疲勞 而且提升我行駛的安全性 是 前方的緊急狀況我們會跟著一起做減速 它是全輸入的 全輸入的 那再來我使用定速駕駛也避免掉 超速被開罰單的風險在 當然啊 對 當然這個PA2的這一套系統呢 我們目前是全車系標配的 對 相對來講呢 配備上是比較完整比較豐富的 之前大家在各個品牌都在追逐 半自動輔助駕駛系統的時候呢 對 Volvo全車系都是標配 對 那時候其他的豪華品牌都還要選配 對 對不對 對 或者其他品牌呢 都還在推廣ACC的時候 我們家已經到PA2了 對 那 有使用過PA2呢 我就覺得是這樣 回不去了 實在太方便了 太方便了 開起來太輕鬆了 對 相對來講就是 我覺得PA2現在我對它的依賴性其實蠻大的 因為它確實在我駕駛的時候可以提供我很舒適的行車體驗 當然在這套系統方便歸方便 但是自己駕駛本身除了手要貨方案之外 你的視線其實還是要看著正前方的 是的 隨時注意路況 是的 你看 終究是屬於輔助系統 對 所以 我們的決定還是大於電腦系統的決定 所以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前方的這個狀況 對 有些人開了以後 開睡覺 打電動 現在都是錯誤的使用方式 對 那個是絕對不行的 好 OK 那我們前座看了差不多 我們就來看看後座的部分 好 OK 我們現在坐進來後座的部分 剛剛是小四的這個駕駛座隻 對 其實後座真的比我想像那種還要寬 對 雖然說車子改款軸距是沒有變的 但是它還是跟以前一樣還是很寬 對 雖然說軸距的尺寸是沒有做額外的加長 但是以這一台車子的軸距尺寸 相較目前市場上同級的車型來講 算最長的 這一台車它的軸距有2米87 尺寸來講非常的寬敞舒適 對 前面我剛剛在乘坐的時候 其實退的蠻後面的 真的 那Rick坐你現在覺得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 很好 其實吸附空間很寬 是是是 好那在後座的部分呢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呢 我們家車型設計上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像我們家有沒有發現 中間總沒有設計這個冷氣出風口 對啊怎麼沒有 對其實VOLVO在很早以前 我們就會把後座的冷氣出風口 設計在B柱的位置 B柱位置 對 那B柱位置因為冷氣是往下降的 往下降的 對所以冷氣出風口的位置其實做越高 它的冷房的效率會越好 效果會越好 對啊一般大家都是這樣子 然後頂多可能吹腳 不然你就把出風口往上調一點 其實就是吹到膝蓋 對像我自己本身開車呢 後座基本上就是做我兒子 還有人家小朋友 對 那小朋友目前坐在兒童安全座椅上面 兒童座椅的高度又稍微再越高一點 所以在這個位置去做 發動引擎後的冷房效果 其實會對小朋友來說相對來講 比較涼爽一些 對它冷房的速度會更快 當然也是可以調整出風的風向 對風向跟它的風速大小 其實都可以去做調整的 了解 對那後座的部分呢 座椅一樣是採用NAPA頂級皮革座椅 兩個後座都配有ISOFIX的設計 ISOFIX 對 大家可能不知道 ISOFIX其實是Volvo發明的 喔是 對 那現在 科普一下 前車系現在都 市場上大概所有車型都有配有ISOFIX 基本上現在好像新車都有配 是那這樣子的產品設計 因為是有攸關到這個行車安全的 所以Volvo沒有藏屍 放出來給大家去做使用 所以現在很多車像3.4安全帶 ISOFIX 都是Volvo發明的 對這種安全相關的 其實都是Volvo發明的 現在後面這個充電的地方 其實就是變成兩個Type-C 對直接就是Type-C的接頭 對 所以現在如果你使用的是新款iPhone 你不用再另外去買轉接頭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去做充電使用了 也是也是 對 然後這邊 中央扶手 那頂端有兩個這個 彈射式的杯架 就可以去做使用 很寬耶 很大 這個杯架滿大的 這個皮革也是很讚 對對對 這個雪橇孔就可以打開了 那剛剛有提到說就是 像我們現在後座 我都是做我們家小朋友 其實現在為人父母了 我們會除了行車的品質 隔音 還有它的安全性以外 我們會更照料到 我們車內的空氣品質 因為它很直接影響到 我們人體的呼吸道系統 沒錯 對 新世代的Volvo 它除了採用CleanZone車載過濾 它還升級了一個 AAC的高效複合式電力集成空氣過濾程序 AAC 對 所以它可以隔絕掉 車外99.9%的PM2.5懸浮粒 99.9% 對 因為它現在粒子經過我們車子 它會有一個代電程序 再經由我們的 這個碳纖維的這個 過濾靜電過濾系統 可以隔絕掉那些 代電的空氣懸浮粒 那我們也有一套系統 可以監測車內的粒子狀況 車室的粒子純淨車室 對 所以說它時刻在監控我們 車內的空氣品質狀態 是 對 所以它可以讓車子的空氣品質 維持在最良好 那小朋友在呼吸呢 稍微也比較健康一些 現在 確實是小朋友 就是因為現在空氣品質 嚴格來講 已經不像幾十年前的台灣了 對 所以現在變成說 空氣品質很容易影響小朋友的呼吸 對 還是什麼的 都是因為空氣品質的關係 對 假設你是VOLO車主 有這套系統 我相信在開車的時候 在車內的時候 你起碼可以確保 車內的空氣品質 絕對是對人體不會有危害的 對 沒錯 那剛剛有說到 除了空氣品質 還有隔音的部分 我們也相對比較重視 這也是我選T8的一個關鍵 就是當我在純電行駛這台車的時候 它就像是一台電動車一樣 完全是靜音的方式在做行事 對 那靜音的是我們的車子 車外的雜音跟吵雜聲音 我們是靠怎樣去做過濾呢 對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VOLO的車子呢 它的車窗 都是採雙層膠合玻璃 所以我們去摸 我們之後如果有來賞車的話 我們去摸我們的窗框 對 你會發現呢 這個玻璃窗戶的最頂端 它是兩層玻璃 中間再以一個膠合層去做擰克 對 摸又摸得出來 對 那雙層膠合玻璃呢 其實它是一個很高階的一個配備 那雙層膠合玻璃 我整理出來有三大優點 第一 它隔音性非常好 對 它以兩層玻璃在中間的膠合層 去阻隔掉外面的雜音 對 所以它的行駛中的速徑性是非常良好的 那第二呢 雙層膠合玻璃有更好的隔熱效果 對 那第三就是 雙層膠合玻璃的本意 就是它相對來講比較安全 強度比較高 對 當側邊今天我們有發生事故 導致玻璃有破碎的情況 對 中間的膠合層會將碎玻璃呢 牢牢的黏住 避免形成大面積的碎片 來刺傷我們車內的乘客 這個真的好 因為我們一般看到 假設是車側被撞滑玻璃破了的話 就是只有什麼可以保護你的玻璃 那種隨便不破 不破進來呢 就只有隔熱紙了 對不對 如果隔熱紙也破了的話 對 那碎片就進來了 對 所以它原本雙層膠合玻璃 裡面就有一層膠 所以它可以確保 再次確保你的玻璃呢 如果破掉的話 那個碎片盡量的 就會黏在這個玻璃上面 沒錯 比較不會噴漸到車內來 是 它真的很讚 它真的很讚 是 對不對 我們以前試車的時候 它創成隔音玻璃 就算隔音玻璃 就是比較安靜 強度比較高 沒想到還有這個 身為車內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 對 太讚了 好 那我們看完內裝 我們來看看動力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進入重頭戲 就是正22年式對不對 22年式的V60T8車型 它其實在動力方面 真的是大咬勁 對 對不對 好來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拿來做21年式的比較的話 會發現動力部分它提升了很多 原先的重效馬力輸出 是390匹 那我們這一次正22年式做改款過後 它重效的動力輸出 高達455匹 哇 455匹 對 那以同級車的價格帶來講 能在這個價格帶 再買到這樣子的動力性能 我覺得應該是很少啦 很珍貴的一個車型 應該是非常少 對 那它的存電的部分呢 原先的馬力數據是87匹馬力 對 這一次提升到145匹 光是電的一個功率 然後換算成馬力 從一本的80幾匹 對 變成145匹 對 所以 它的存電提升了以後 它存電的速度上限 也跟著提升上去 是 我們要知道早期的Hybrid車型 可能存電的速度還30幾左右 就介入器了 40差不多了 就介入器了 現在我們這台車 它原先21年式跟現在的差異 原先存電的續航力的 存電行駛的馬力 時速上限 時速上限 是125 現在提升到140 140 所以它在時速140以下 都是可以用存電下去做行駛 對 了解 那這次除了它的動力有做提升之外 續航力也是它這次升級的一個關鍵點 電池容量 原先電池容量是11.6千瓦小時 這次升級上來是18.8千瓦小時 對 那電池的升級呢 也就加大它的存電的續航力 對 所以我前面有提到 這台車在之前呢 它的存電續航力大概是 這個47公里左右 對 以我個人在使用 大概差不多一天兩天 我就需要充一次電 充一次電 這一次的存電續航力提升到88 88呢 大概就可以兩天三天充一次電 對 那相對來講它的續航力提升了 就因應更多人在使用上的需求 是 對 剛好假設在新竹地區的朋友 如果你可能是在新竹縣市上班下班 對 你可能 就是在通勤的時間 可能都用不到汽油引擎 沒錯 很多在用電腦 對 那相對來講呢 就是可以減少很多 就是加油跟電費中間落差上面的價差 我們可以省下一些錢 當然 第二呢 我可以減少去跟人家擠加油站 排隊去加油的這個時間 省了一些錢 又省了一些時間 對 而且還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優點 是 如果你選擇是Volvo P5 T8的車型 是 你可以去停電動車位 對 因為它確實是可以充電的 對 那像這樣子的動力 它的型態呢 讓我這台車開起來 它會很有多樣性 我怎麼說它有多樣性呢 第一我今天想開純電 可不可以 可以嗎 我可以把它當電動車開 因為它純電續航力88公里 對 我今天想開汽油車 我想感受引擎聲浪輸出的表現 可不可以切純油模式 可以喔 可以喔 好我今天在高速公路上 有一個人操我車 我想跟他拼一下 我想感受一下 這種旅行車操縱性跟加速動力 我可不可以用油電雙效輸出 可以 可以 那今天這台車就可以 存油 存電 雙效輸出 那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前驅的部分 是採用引擎帶動 前驅是引擎帶動 對 那我今天想感受一下 後驅車開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後面是電子馬達帶動 真的 所以 它可以前驅 可以後驅 當我雙效輸出的時候 它切換成四輪傳動 對 所以這台車可前驅 可後驅 可試傳 可存油 可存電 可雙效輸出 對 所以這台車呢 玩不膩 玩不膩 真的是一台很棒的車子 真的是黑科技太多了 黑科技太多了 我覺得VOLO PA5真的是 超多黑科技在裡面 沒錯 對 對 那像這次的動力提升上來 對 我們買這種 性能型的這種 這種新時代車款 對 我們一定要感受它的動力表現 對 這台車零百加速度 4.6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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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比很多性能車都還要好 對 我推薦 現在在看這影片的觀眾 一定要 親身來體驗一下 對 零百加速度 4.6秒 是怎麼樣的一個駕駛體驗 是 它跟存汽油車的4.6秒 開起來感覺又不太一樣喔 對 那跟電動車 純電動車開起來感覺也不同 對 那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親身體驗一下 你可以感受一下這台車子 是 那小試駕你們展監的話 會有試乘車嗎 有 有試乘車 是 而且像這樣子的動力級距呢 就是雙效電動車的這種動力級距 其實 BOBO相對來講 比較豐富 今天我想要SUV 有沒有T8 有 有 XC90有沒有T8 也有 有 S60 V60都有T8車型 對 S90大型豪華這種旗艦型轎車 也有T8車型 對 所以今天不管你想要買什麼樣的車型呢 它相對來講 選擇性更加的豐富 更加豐富 對不會局限於在某一種車型上面 你們家的PF的車系 確實是目前台灣品牌裡面 選擇性最多 對 車種選擇性最多 對 那這一次的改款過後呢 其實它除了動力升級以外 剛剛有提到選擇性變多了 對 那這樣子的動力我很想要 但是呢 這台車 可能略為超過我這次的購車預算 怎麼辦 來我們的公司有聽到消費者的心聲 心聲 對 所以今年呢 我們出了一個全新的車型 像這台叫V60 T8i Inscription最高規格 對 但是呢 我想要這樣子動力 我也想要它的燃油表現 對 但是我是以經濟取向的 去選這台車子 我不需要其他太過於奢華的配備 我覺得原本的就很棒了 對 我們有一個新的選擇 是 叫V60的T8M版 Momentum版本 對 它的售價相對親民很多 真的 對 像我們現在在選豪華進口車 旅行車車型 對 我們的預算基本上 都是差不多在250以上 差不多 250以上差不多 但是呢 我們T8 Momentum 對 這一個車型 以V60來講 售價239萬 239萬 對 你要如何去找到一台 馬力輸出455P的這種車子 真的很難找 沒錯 對 235萬是不是 對 239萬 239萬 然後 馬力是455P 大家大概 那個馬力性價比就可以 稍微去換算一下 對 那T8 Inscription版本呢 它的售價是276萬 對 對 所以中間的價差 我們消費者就可以衡量一下 衡量一下 對 依照自己的需求 去選擇不一樣的車型 一個是239 一個是279 276 239跟276 239跟276 對 好 好 那這個的話呢 就可以讓消費者 自己 稍微去考量一下 假設你想要T8的車系的話 當然啦 以BOBO來講 剛剛小四有幫我們介紹 有很多車 你要休旅車 旅行車 叫車 房車等等 這些都有T8的車型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V60的T8車系呢 就兩個版本 對 239跟276 對 沒錯 假設因為以前的 我記得以前的V60T8車型 還是要250萬以上 對 那現在有這個T8的Momentum版本 是 售價親民很多 239 對 那是不是有 讓消費者更靈活的購車方案參考呢 是 我們現在的話呢 有提供這個 本月入主獎超低頭款 4.2萬元的這個購車方案 對 那詳細的內容呢 請恰 各家建銷商 對 或者 歡迎子民 小四來為大家做服務 是 沒錯 那我們最後呢 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還是請 小四再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再自我介紹一次好了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竹Volvo揚聲汽車銷售副理陳凱鈺 大家可以叫我小四 那我會提供我的聯絡方式給大家 那大家如果對車子上呢 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有購車相關的問題 或者有試駕的服務需求的話 都可以來找我 歡迎各位 OK 就是小四目前呢 是在Volvo新竹養生汽車服務 那個地址 地址還是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我們的地址是 新竹市中華路一段 259號 其實非常好 大馬路邊 對不對 大馬路邊而已 來就是大家 新竹的話一定知道這個中華路一段 是 OK 那今天的我們的節目 準備這邊告一段落 也歡迎大家持續支持我們 購車去的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好好分享喔 OK 記得要在新竹地區買Volvo的話 要來養生汽車找小事喔 OK 那我們購車去 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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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